今天我说说在浦口监狱被带铐 对于手铐与28斤重的大料相比 应该在我受处罚中算是酒席中的一碟小菜 而我带着28斤重的大料袋上后 还要每天做上百只的毛线和搬运线骨 收工回到监房洗漱时 还毫不费力地蹦过装热水的木桶 见到过我人都说 你不像八十岁老头 是的 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 自我给了那位上性教导员不软不硬的钉子后 他便怀恨在心并不让我晒太阳 把我关在图书室 可又当他发现我在看郭泉留下来的书后 气不打一处来就彻底连监房门都不让我出 这下气不打一处来的不是他而是我了 琢磨一天后想到一个办法 吃饭后站在窗前朗读我的起诉书 于是代靠的机会被他们找到了 其因就是我读出起诉书里的打倒共产党 快到傍晚时分发现 监房里多出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开始我并没在意 可当上性教导员拿着一张纸进来时 那几个壮汉迅速把我围上 之间上性教导员以严肃的口吻道 孙琳 由于你在这几天造成不良影响的表现 经欲政科批准 对你进行带手铐15天的处罚 我问道 我怎么了 他回道 你公然呼喊反动口号 我说 那是起诉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 只见他不由分解的一歪头 那几个壮汉有抓我绑壁的 有从背后锁我猴的 有蹲下抱我腿的忙得不亦乐乎 而上性教导员也赶紧给我戴上手铐 估计他们把我当成 射雕英雄传理的孙老邪了 下午上性教导员本想用我例子教育心犯 但令他万万也没想到的是 我双手举过头顶炫耀雪亮的手铐 迈着坚定的步伐含笑从容地走出号房门 迎面三百来号赠亮的光头上 闪烁着胆怯又敬佩的眼睛看着我 而身边的几位壮汉就像警卫员 这下我顿时感觉 我就像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红卫兵一样的伟大 而上性教导员看见后 似乎想喊什么但又没喊得出来 一边摇头一边下了警务台出了监区 几位壮汉愣了一下后 把我带到最后一排 在我的前后左坐下一同坐了下来 很多正亮的头和目光也随着我的路径移动着 突然听见不要看 要看也给你们戴上 这种紧张的场景 又让我想起2010年5月4日 我从浦口监狱到殡仪馆看我老爸那段 由于我不喜欢做长视频 看来怎么卸掉我的手铐的经过 还是放在下一期再说吧